《文化畫展》 畫展期間吳冠宗親自去藝術館看景 因為他答應藝術館做一次公開示範寫生 誰知示範當日遇上一場黃魚 今早吳先生一早就來了 我們帶他來看了和商量下雨天的安排 最重要是藝術館不願下雨天而繼續創作 會擔心下雨天有些觀眾會不來 今天藝術館一定希望我來這麼做 所以好像不僅是要砍機 還要砍機下大 發生我的謝我的真誠 我覺得他真的很想把自己的一些東西帶給我們 真的很想有多些人去認識這一方面的事 否則我想他不會是自己不願意的事都去做 很難得 很偉大 一個83歲的老公公站這麼久 我自己坐著都覺得累 何況他 我覺得他肯為香港人去當場畫一幅畫 是香港人的榮幸 我喜歡素苗和水墨 我喜歡素苗和水墨 這些就差不多了 沒有藝術我 很沉悶的 一個香港怎麼可以一間藝術館都沒有 有一個空間 自己可以輕鬆一下 還有可以看得多些東西 又可以有些藝術家 又可以公主同好那些東西 我今天做的年輕人才畫的 如果不是年輕人我就不畫 為了年輕人如何來看代相 那你要燕子也畫得多大 實際上主題不是燕子 主題是家南那個房子 是那個懷鏡 燕子是你們點仔的眼睛 這裏整張畫給你的感覺是甚麼 平靜 很憂靜 很憂靜 有一個靜的感覺 是不是 他說他自己畫畫 又要深度 又要手度 又要腳度 又要眼度 要用腳到處去找捏食 他說他當自己是獵人 到處捏食 當然要走 他就把這些不同的印象 遠的印象 近的印象 記得在腦裏 做一個束写 然後從束写再變成一張油畫 看完大師示範 挑起家恩畫束写 和大師一拼高低的心 這個就是我的筆名 你看看 沖 床 放著龍 這裡 每個人都是重 其實 看看你可不可以的工 把你的眼睛看的東西放在裡面 就可以把一些不看寫了 把一些放進去 改變了一些,也有的 不會只是死滑一個 我看見這裡有個花園 我打算在這裡全部都是高樓大廈 我打算畫一個花園出來 因為香港也很少這些公公園 畫家破了中國在世畫家拍賣記錄的吳冠宗 本來在畫展前已經送了商宴給香港 但是當他看到藝術館 將同一血脈的作品,抽緊故居 易江藍,以及商宴並排展出 他決定不再讓這三個女兒分開 全部送給香港 這個建築物進來後就很寧靜給你的感覺 我覺得就算你在外面很煩惱 總之你進來後就會給你一個很安靜的感覺 我做了十年度想的 我那次病是沒有來了九個月的 在那段時間就覺得很… 即是個人很安靜 很專注進去我過往的記憶裡面 全部都是藝術館的東西 應該說最大興趣是集友 有這些愛好,你自己增加生活內容很多 好像我們一搬到我家就很想快點 洗澡,洗澡,洗澡,看看東西 每個人心目中,你只要覺得他是藝術品 真是喜歡的東西,就是無價寶 不用理會他本身價值有多少 就是藝術品,就是藝術品 簡直是藝術品 藝術品,就是藝術品 和藝術品差不多分別,沒什麼分別 啦啦…